他一定要用男的 所以说 在这里工作 靠美色是不行的 来 坐下 带你去这个烂尾楼的项目 不是让你看风景的 你要把对这个案子的 所有的想法 把它做出来 认真的做出来 然后交给老板 老板也许呢 连看都不看 就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了 但是你依然要 呕心沥血地做 直到有一天 老板的心情好 用你写的这个案子呢 垫了茶杯 就在这会儿 他偶尔看了一句你写的话 而你的这句话呢 就被他发现了 这一下就证明了你的实力 你的认真 你的能力 晓得吧 好了 现在开始 欧心力学了写吧 写好之后呢 我帮你看一下